再准备一下产品页上需要用的这个数据 打开产品页面的主逻辑 Vicos下面的show.js 在它的配置方法的参数对象里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data属性 这个就是页面上需要用的数据 里面我们先添加一个entity 表示要显示的那个内容 先让它的值等于no 然后再添加一个unload 页面加载以后会去执行这个方法 在它里面我们可以先得到具体的要显示的内容 这里你可以去使用wxrequest 去向应用的后端服务去请求数据 我们的小程序已经在加载以后 把应用需要的所有的数据都准备好了 把它放在了globaldata里面 这里我们先去写一个简单的查询方法 先添加一个id 它的值应该是从页面的查询参数里面得到 一会儿我们再去处理它 我们先让这个id等于一个静态的值 比如说3 然后添加一个entity 用一下appglobaldatavehicles 这个vehicles是一个数组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它的filter这个方法 一个函数参数 每个项目的名字叫item return的就是item的id等于id的项目 意思就是在我们的产品列表里面 找到产品的id的值 给我们上面定义的这个id的值相等的那个项目 有了数据以后 我们可以在下面再用一下this的setData 对应的值就是我们得到的那个entity这个数组里面的第一个项目 下面我们再去设置一下导航来上面的这个标题 用的就是wxsetNavigationBarTitle这个接口 给它一个对象 里面添加一个title 对应的值就是这个导航来上面要显示的那个标题的文字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下thisData下面的entity下面的header 现在页面加单以后导航来上面的这个标题 就是当前要显示的这个页面的大标题